今天我们的行程由Chana Calais酒店出发去到Troy古城 之后再多坐两个小时车程去到Bagama Sea游戴Skrippian 下午会向南下去到Busatasi吃烟酒店 沿路上我们看到Dana Neles海峡与Agency 爱琴海连接之间 如果我们身处于古代的话 向着Agency 下游下去就是地中海的啦 从古市起这个那么理想的通道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就做就了这里发生过很多战争 其中一个就是Trojan War 特罗尔战争 坐了大约半个小时车程 我们就来到Troy古城 Troy这个地方原本是在希腊传说里面提到的 后来在1977年考古学家发现真的有这个地方 而正式将传说变为历史 根据古希腊历史书记载 Troy早于公元12到14世纪已经出现了 到了古罗马的时期 之前说大约400年的时候 Troy这个城市就麻烦消失了 Troy这个城市曾经被破坏又重建多次 但大话说可以分五个阶段 考古学家可以在石头的面积和颜色 分得出哪一部分是早期见和哪一部分是后期见的 例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凸凸凸凸的就是早期的 而这些比较完整的就是后期见的 最明显就是古罗马时候建构成长了 因为古罗马人喜欢用云石和懂得用拉车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大大块的云石 就是古罗马人起的了 Troy最出名的时跡 王国瑜是对希腊大战的 当时希腊还发出了一千堂船 在经过Agency 外琴海 来与Troy宣战 而这个情景可以在2004年 Red Pit主演的荷里活电影 Troy之中看得到的 虽然今时今日Troy这个城市 已经变成了一堆堆蓝石 但我们可以想象 从间隔和地的分配 这个城市曾经都有一个很辉煌的时候 在1998年 Troy被列为UNESCO世界遗产之后 听到某些大机构 来帮助保护和重建这个地方 这些石头其实就是在以前 那些考工学家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 他们在地上挖挖挖 挖到出来就放在这里 希望有一天可以得到一些 有心公司有心单位 可以建立这个地方出来 可以修理一下 那同一个地方一个时候 一个大公司 Machini Benz Benz公司 就赞助了在一个部份 在那里修理的地方 离开了Troy之后 我们就向前赶湾出发了 普通我们还停下 拍下一些很漂亮的海琴海境 但我身后面就是A跟C 我跟海 对面就是希腊 那里面有很多橄榄油 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 土耳其是继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斯利亚之后 第五大橄榄油出产国 所以到处都见到橄榄柱 看完橄榄树和橄榄之后 我们就上车继续我们的行程啦 填饱了个套后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游览的地方 Escrepian 基本上Escrepian这个地方 是用Escrepio这个人物 Escrepio其实是希腊人来的 不是,是希腊神来的 现在走着这条路 就是叫神圣之路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走这儿 在古罗马的时候 即是统领了这个地方之后 他们就将这个地方 就比较健身一些 很多东西都已经是很罗马式的 沿着神圣之路走进去 就看到一个标志 象征着一个橄榄和两条蛇 橄榄代表恶瓶 两条蛇代表恶瓶 今时今日很多虎瓶的标志都有一条蛇 原来古罗马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啦 跟其他古迹一样 Escrepio都避不过战争的摧毁 这些一孔孔的避不违装饰 而是用来塞着铁来支撑着整个苗宇的地基 当战争时 所有人都拿着铁出来 拿来做武器 所以整个苗宇就倒塌了 古事人就喜欢走这些这样的洞路 然后呢就进到这个精神病科的精神病医院里面去治疗了 那我们在通道上有很多洞的 一些水声其实可以令到人舒服点 这些洞就可以传递给水声进来这里啦 那刚才我们在通道里捐出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地方精神科 就不是说打针吃药的 以前就没有这些事的 以前全部都是靠水水疗 就是我们俗称spa 应该已经淋了的 之前就被他们睡觉的 在这里想到就说 一个人够睡就会有精神 好像我这样就没有精神了 就走过这个地方是一个图书馆来的 里面有很多收了很多以前古代 他们医疗的那些书放在里面 现在当然是没了 其次之外呢 不想读书也好 你呢 精神了睡醒了之后呢 你就看一看戏都可以的 那来到这里这个呢 就是个个剧院啦 整个个剧院看作来好像不是很大 但其实可以用立上千人的 参观完Esklippian之后 我们又再一次要赶路啦 因为由Bergama 去古斯达斯 要坐大约三个小时车程的 途中我们经过Ismir这个城市 Ismir是继伊斯丹堡和安卡拉之后第三大城市 拥有三百七十万人口的去 出名出产美女 九十八仙土耳其的姆特尔 都是来自这个城市的 明天的行程 有我们有史以来旅行最惊心动态的一次 我们即将会收拾住身来游纳 Mariame Anna Evi 支持华 是圣诺玛丽亚的住所 Ephesus之以忽所 和Pamukale棉花堡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